台湾国宝级画家李奇茂大师 于7月8日立临本校文物与艺术馆 出席李奇茂大师水木画展的开幕里 开幕主兵为本校董事会执行顾问拿督张文强 开幕当天吸引了本地书画艺术爱好者的热烈反应 李教授的作品创意天马行空 让许多艺术爱好者大开眼界 每幅作品都展现他多维的思维想象空间及内涵深意 令现场出席者受益良多 李教授在行动不变的情况下 仍然亲自出席了画展开幕里 并在现场进行辉豪 完成读经古好书 结天下意有的莫保一副 赠送给南方大学学院 有幸青年见证大师现场辉豪 让出席者都觉得不需此行 李奇茂大师为持名国际知名水墨画大师 1925年出生于中国安徽省 历任台湾复兴钢学院教授 国立艺术学院教授 美术系主任 韩国坦国大学教授 美国波特兰坦大中国研究院董事长 圣河西大学教授 北加州大学教授 现为中国孔学会 中国伦理教育学会理事长 美国圣河西大学设立 李奇茂教授艺术基金会 美国旧金山市定每年11月29日为李奇茂日 李奇茂大师获奖无数 是台湾水墨画界战后第一代代表性画家 马来西亚艺术博兰会发起人 拿督省则出 是促成此次画展的大推手 他在吉隆坡创立的李奇茂书画会馆 也刚于7月6日执行开幕礼 值得一提的是 马来西亚国际书画联盟 柔佛州联维会征庆人会长 也是李奇茂大师的地址之一 在开幕礼后 现场也举行了台湾著名画家 顾重光教授的座谈分享 内容为东南亚现代绘画探讨 座谈嘉宾为来自台湾的 唐建峰教授 何瑶之教授 画家陈寅如老师 和博士研究生如清晨小姐 李奇茂大师水墨画展 将在本校文物与寓术馆 展出到7月15日 南方电视台 郑国豪潘书贤拍摄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奇茂大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